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继续回到我们五间总结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也是郭Sir跟你聊天 郭Sir 你好 先跟进恒新指数 今天高开169点 期后升势显著 内地公布GDP方面的利好消息大动下 港股今天高位是23,590点 而低位是23,450点 现在这一刻升171点 最新部位是23,511点 成交今天有385亿 另外国企指数升174点 报12,031点 跟阿sir谈谈 今天有个不错的开始 终于可以说是摆来十天线 暂时势头上应该如何分析 其实过去两天股市也有点反复 指数也曾经一度在日中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幸好在末段有些买盘支持 所以最终没有跌穿 以收市指数来计 所以行则仍然直到这一分钟 仍然遵守十天线流上 属于有惊无险 在技术上来说 只要指数一日仍在十天线流上走 应该处于一个继续沉顶的形态之中 事实上今个月的低位 仍然仍然是22,860 大家看看高位是在缓步当中 逐渐逐渐推上去 以今日的23,590点计算 今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 是有730点 其实730点仍然是小的 老实说 但我不理你多200好多300好 很可能是一个中期或短期升浪的 最后一个阶段 其实是有很多分行的讲座 我也提到一点 在市场再升多200、300、400 或者500点来说 只是完成一个月份的波幅 如果买股份来说 很可能你会发觉到 指数有指数升 自己的股份不动 甚至乎有个别的股份 是反复回软都不顶 行指成份当中 只要三只内银股回控 或者长实、伸底 甚至乎多了一两只成份股 稍为做好一点 指数轻轻挨近23,860 甚至乎24,000也有机会 以1,000点或者1,200点的上升波幅 这个月由22,860点起算 已经可以上网23,860到24,060点 但最重要的是 你持货继续向上网 没有问题 看看自己多还是不少 持得少 反正升上去的话 可能升不到自己的份 你没有持得重磅、男丑 升市当中很多时都比较吃亏 但不要紧 因为持货少 就算市场不升 甚至乎反复 对你影响也是很轻微的 如果你持货比较多 甚至乎做孖展的话 那你就要留意了 这一阵升多300点 400点或500点不定 其实未必升到自己的股票 因为市场不是初升的阶段 是在抹断继续向上找高位 完成一个波幅一个形态 这些大家要搞清楚 第二就是 如果你持货多 而有些股份仍然在赚钱 你有心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不要紧要是没有问题的 就看看自己 承担反复的风险能力到底有多大 好像过去这两天 指数曾经在反复接近23,200点 也日中曾经跌穿10天线 在那一刻 如果你持货多 你的心是慌 是有压力的话 老实说 趁现在这个机会 好不要减减磅 你真是自己决定 很多时投资股票 大家都想赚钱 这个包括我在内都是 但如果你持货少的话 升多些 跌多些 其实问题不大 反正中期后市还是好 有资金在手 再便宜或者便宜些的话 你应该更加开心 因为可以买便宜货 但反过来 如果持货重的话 一旦有比较大幅度的反复 很可能自己承担不了风险 到其时摸住最低位 来减持或回吐 那就无谓了 暂时直到现在这分钟 由于恒指还在十天线流上走 即是说 形态处一个逐沉顶的格局 到下个礼拜一开始 整个大市将会 步入一月份的下旬 在那一刻来说 指数的升跌 将会漸漸受到 即月期指转仓和结算的 相关活动所影响 以现在这分钟来说 好仓大活 仍然守执主导权 换句话来说 除非有些突发的事件 例如中日在钓鱼岛的事件 有少少争吵 甚至拆枪走火 好啊 那断估你的市场 反映都不会升500 是吧 那时候很可能 借这个消息 或者借某些事件 市场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调整 这点大家要明白 那当然知道 整个升浪 直到现在这分钟 已经短期 由11月15日到现在 已经走8个礼拜 是8个礼拜 一般一个小型的升浪 8到10个礼拜 是很正常的 很特殊的情况 这方式可以去到13、14个礼拜 至于一个中期升浪 由去年6月4日走到现在 头踏尾接近7个半月 这个时间也不小 况且这个中期升浪累积的升幅 已经5千多点了 那就是说 现在这分钟 如果要再入市的话 千万不要抱着 今天买明天走的心态 就算你抱着中市的心态买 你都不要买得大手 一定要两手准备的 买了去市场没事的 再向上推的 就慢慢慢慢加住 有什么办法 一万九不买两万 不买两万一 两万二 偏偏去到两万三千五百点 才入市 那你当然要小心一点 反过来说 一旦大市有正常的调整 都没问题 你买少少守门口 在低位的时间再作部署 反正现在入市的 我不建议大家大手去冒进 当然如果你问我 中期后市怎么看 我还是看好 而且我看得相当好 只不过一个短期的升浪 走完之后一定有回吐 但现在是没有回吐的藉口 而已 因为某些事情 或者某些事件发生 而成为市的回吐藉口 在那一分钟是有机会买便宜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妨等等先 当然知道 整个高台在整顾 如果你今个月未必会 但是下个月 或者是下个月的某时间 二万二千八百六十点的防守性 是很重要 因为往后的指数 一旦跌穿二二百六零 即是高台买的货 全部就全了 这点大家要留意 不过这一分钟还是未来的 我就惯了在一些 在市未升之前 我就已经是 将市可能会升的形态 跟大家分享 当然市现在仍是紧扣高台 逐沉顶 但我已经指出 某些程度 市会有一些不明朗因素 其中最令人担心的 就是中日钓鱼岛的事件 所引起的争论 因为早前只是余政船 大家的一些摆肢 摆肢 但现在已经去到战机了 是 打就不会有点大打的 但一旦两架飞机 肩膀碰到手臂 拆枪走火 这样就无谓了 是不是 股市永远都是找藉口 总之一句说完 握的货多 做好风险管理 赚钱的 需不需要下车 自己决定 如果是和和果果 不是输费的话 如果自己的心都不舒服的话 有时平手离一离场市 看再入市 都不是一件坏事 谢谢郭sir 先看看南筹股表现 回控方面 上升一毫半指 报85.1 中移动升六毫半 中国银行升五仙 公行升七仙 建行升六仙 港交所升两毫指 国首方面升四毫半 友邦下跌三毫 腾讯方面升两个六 暂时做270元 金沙中国升六毫半指 长实下跌1.2 暂时做130.2 新地方面上升九毫 九仓升四毫指 中国海外暂时没有升跌 刚刚跳了 升五仙 报24.8毫半 幻置地方面升1.6% 暂时22.9 中海油方面 升两毫四指 报16.2毫六 中石油升两毫二 中石化方面升两毫指 中国神华方面升五毫指 我想和您谈谈内房股方面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板块也是其中一个推介的板块之日 今天有些消息 去年12月 即上月来说 70大宗城市的楼价方中 有54个城市都是上涨 楼价方面 涨幅大约1.2%左右 当中在广州的升幅最大 而温州方面的降幅是最大的城市 阿sir 留意有五十多个城市都要上涨 会不会特别担心 看到楼价升这么多 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调控 都会打压到内房股方面的表现 第一 经济要拉动固定投资 其实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包括固定的投资 包括基建和房建 否则住的需求真是很大 1%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很温性的 你降财不升吗? 水泥不升吗? 人工不升吗? 原材料又升 什么都升 你没理由卖价不升 不过这些上升 是随着通胀而温升 是很正常的 亦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都不知 经济是比较热 你的楼市在一个月之内 升8% 两个月之内 升15% 三个月升25% 那就不同了 那就投机炒卖了 中央一定出手调控 因为楼价走得太快 其实呢 除了引起一些投机炒卖的活动之外 亦都会有个危机 你试想一下 大家做按揭 那楼价本来是 某个水平突然间 升到20% 20% 30% 在银行按揭 你自必然借多些钱 这个风险就变成了银行来承担 一旦日后 楼市出现一个穿崩 或者大幅度的回调 或者怎样都好 其实受损的 不仅是拿着楼在手的业主 连银行都会受损 资产质数会变差 所以以刚才所说的1%多些的上升 问题不大 真的问题不大 我自己觉得 在这些环境和气候之下 是不单可以接受 而且中央是愿意见得到的 只是如果你上升的百分比 太多的话 那中央便会出手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大家很明显看到 为了经济 为了维持内需市场的拉动 其实这只手便有调控楼市政策 但这只手也会维稳 你与其说他慎房楼价会暴升 同样都要小心楼价会跌 因为楼价一跌的时候 其实除了冲击银行的资产质数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来税 身家厚了 大家消费都会开心一点 楼价跌了 甚至有些是捆绑了 老实说 在那一刻消费都会审慎一点 既然消费审慎一点 你何来靠内需 始终要保持百分比增长 除了固定投资之外 你还要靠内需 在一个情况之下 楼价平稳发展 股市也可以慢慢回升 这就有财富效应 你赚了钱也会消费 其实全世界政府都知道一件事 楼价升得太快是泡沫 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而且会引起市场或社会的不和谐 当然有些人上不了车 上不了车的会怨 反过来楼价如果低迷 也会打击到经济 所以在现在这一分钟 我不觉得有问题 反而我觉得内房股 如果真的因为某些事件 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调整 或者一个明显的调整 一定是低级的机会 因为未来 法国委也说了 如果你真的有40万亿的 城镇化的规划 政策出台的话 最受惠的 当然不知就是内颜和内房 大家试想一下 一些农村的个体户 或者农民 如果入城市住 断股也不会去到市中心最静最静的大厦 一定是城区 旁边 郊区那里 因为那里相对比较便宜 譬如这样 五千元一平方米 或者四千多元一平方米 相当于四百元五百元尺 是他们的能力所在 所以我不觉得 对内房股来说 会有任何的威胁 相反来说 持有足够的土地处备 或者足够未来四到五年的发展股份 我是看得比较好的 如果今年上来 我仍然都认为内房股当中 要推介的有两只龙头 就是六八百中国海外和一一零九华允置地 去年六八百跑得很漂亮 一一零九多不知不差 但是看看一一零九土处很多 或者占了七成以上 都是在城区的旁边边 就是说它是受惠到 城镇化的规划的发展 当然很多二线的内房股都会受惠 因为一些大城市的核心地段的地皮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他们一般来说 都会在城区旁边的地段 拍多些地方回来 留待日后的发展 如果政策一推出来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对的受惠 内房股我今年仍然看好 好 谢谢先了 仍然都是看好的 有郭Sir这句都放心点 好 跟进回来 就是内房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中国海外方面涨5仙 华人质地涨4毫子 碧桂园下跌3仙 续望房地产跌6仙 富利地产跌8仙 另外瓦居落方面下跌超过1% 合景泰富就跌1毫1指 与用地产方面去到6.2毫升跌 恒大下跌3仙 预收地产报2.6毫9毫升跌 好 阿SIR 说一下说一下 都看到恒指方面都收了市 上周来说 升了174点去收市 半日收回23,514点 成交金额又401亿 而国企指数上升185点 最终收回12,043点 其指方面升升174点 报起23,520点 高水6点 成交量方面41791张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一点钟 再和大家跟踪着大市方面的情况 最后阿SIR 也谢谢你的详细分析 做回申报刚刚说的 几只股份有没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内润 少少 OK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1点钟再和大家见面